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一场主攻 刘章 好久没玩刘章了 人说你不是MVP放啥 这把主要讲的不是MVP的问题 这把需要主攻的一个想法 其实这个类型的东西 我讲了很多了 但是既然打出来的话 就继续再讲一下 主要现在狗卡不让去看到别人说话 我只能大概陈述一下 趁我现在记忆比较清晰的时候 给大家陈述一下 刚时有些人说的话 我来让你们判定 这一句看一下 首先说一下 这局很简单 刘章当主攻反贼将面还不强 对吧 孙修周瑜上不了至尊场 对吧 你说实话 这俩相比的话 周瑜都比他有点用 所以这个不要孙修 所以孙修的话 咱们尽量不选 马云路也别上不了场的 知道吗 也不要选他 剩下唯一看的就是 马军时常是还有禁卫的徐胜 那这把没有群群 就一个群群 没必要管他了 能知道没必要管他 吾国这么多 对吧 还有个禁卫的徐胜 直接摇虎无果 他都玩大宝了 咱们不用管他 看一下这局 既然看见旁边有徐胜了 你脑子也要想明白一件事 我这把不准备压了 因为镜面没那么过分 就剩一个马军了 剩下没那么过分了 所以说你不一定非给压 这时候需要防一些 防什么 刘章有两种打法 一种是你开局的压制 风险越高 收益越高 但你能保证打死一个人吗 不能 一种就是龟缩起来 等第二回合锅摸牌量上来之后 慢慢和他们打 这是两种打法 我用的是第二种 直接吆虎 吆虎完了之后 留一些装备 有人说你为啥留装备 他禁卫有可能是反贼的 我不知道谁交给你们说 刘章喜欢大宝当忠臣 但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忠臣 你进位就对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一定要留两个装备 留两个装备的目的 只是为破坏一下他的牌 留两个装备的目的 只是为了什么 只是为了让他扛我 盖我牌的时候盖的少一些 即使盖住我的闪了 不小心我就一张闪 盖住我闪的话 我的装备比他多 他只能对我造成一点伤害 不用压 妖虎让他打刘章 刘章有可能是个忠臣 距离稍微有一点距离 但是他打吧 结果徐胜吃的妖虎 要干啥 是帮我打周瑜吗 还是准备打远位马云露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这至尊场杀我了 我震惊了 他犹豫了很久 不给牌要杀我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反贼 开局有一个人 啥也没干 等于 连技能都不知道 这徐胜 所以说咱们不用管他 这局说实话 我的发挥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需要告诉你们 主攻的思维 然后这时候指向徐胜 就可以了 妖虎 结果太妖虎了 你说你这说明你想 你觉得你排序有问题 或者说有AK是吗 咱们看一下 不想用两刹 本来两刀杀的 真的有AK 谁打残了 这花色不怎么高 马云露不去赶快去收徐胜 也不去打 如果他是内奸 也不去打马军 忠臣 毕竟他选马云露 不会玩吗 他不会玩很正常 打中了 孙修的话 期望于他不是忠臣了 要不这把要难受了 孙修指向的是马军 因为现在场上为队友 唯一的威胁 他不算威胁 距离太远了 我被他下牌还是打 我都不怕他的 周瑜不算威胁 就剩一个马军了 这把已经赢了一大半了 然后还把珍贵的顺手 无懈用了 拿走一个盾 不拿主攻的牌吗 宝贝 不准备拿主攻的牌吗 那好吧 不拿主攻牌就不拿吧 跳反了 但无所谓了 忙给就忙给吧 不是给 就是转移牌 转了个桃子 从他转牌我就知道 转桃子或者闪 从转桃子就知道 大概率是反贼了 人说为什么 主攻现在不需要桃子或闪 只有残血的人很需要 咱们可以看看 徐胜给了点啥牌 给徐胜的一些什么牌 咱们看看 给徐胜的决斗闪 火杀 雷杀 闪电 你又没 你准备赌他 你也没给顺手呀 徐胜下回杀掉就行了 保住青龙刀 连续出杀 杀掉就行了 结果 时长是还直接看掉 时长是也跳中了 三四七都跳中了 这把已经赢了 反贼太弱了 上不了场 上不了场 废物 马军可以带狗 我曾经说过 但这些连狗都不算的 我不是在骂人 这些连狗都不算 马军所谓带的狗是什么 是你能上至尊场混的武将 这些是来至尊场混都上不去的 他能上 但他不会玩 开局都那样打 你想想 这把马军压力很大 现在只要处理马军 但马军刚才手上还有个明顿 明无邪和明顿 这是我在直播时候就说的 指向马军 结果的话 一个周瑜去砸孙修 拿头子砸 我不太理解 毕竟选周瑜的什么思想 多了个忠诚 孩子都不知道在干啥 这时候的话 直接去把闪放上去点 把闪放上去点 但是也要留闪 万一他活下来了呢 他有无邪啊 先骗他的无邪 没骗出来 还有一个无邪 再杀一刀 一个桃没有 因为武将太差了 桃也没转出来 结束了 拆一下他的盾 马军那个无邪 我记得马军好像是个粉丝吧 狙击我的粉丝 马军那个无邪想防天天八卦阵 应该是 给他一个简易码 这AK一直没下掉 反贼连刘散的AK都下不掉 游戏结束了 有人说这刘散带你赢的吗 一会你看就行了 这局讲的不是这个 快速一下吧 咱们不说的排序 八倍速快一点 有的时候你们反贼选一些弱将 就已经结束了 刘散在给我排 你知道刘散这个时候让我很安全吗 只要他被吆唬的话 我的闪足够多 我现在就不怕刘散 来我现在问一下你们 满云露刘散时尝试 谁是内奸 你们想一想 有人说你们 如果没想到是谁的话 你再考虑一下 马云露这时候说了一句话 只是你们看不到 说一句啥 太磨叽了 赶紧杀我 还有一瞬间脱管后面 这给你们告诉你们 还有一瞬间脱管 我问一下 这三个里面谁是内奸 你不用去判定谁是内奸 他在给你送牌 这个时候 他在给你送牌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只要送给我AK 我才信你 你把AK给我的话 我就信你了 因为这三个人 谁也打不了我了 你要把AK杀了 把AK给我的话 我对你就放心了 现在的话 只需要处理他的AK 一定要记住处理他的AK AK下掉这把稳赢 知道了吧 只要AK下掉 你们玩主攻 这是第二点 一定要怀疑 你保证全场的人 一定都打不过你 时常是打不过你的 唯一能打赢 你就是刘散 下回合的爆发AK 你妖虎的时候 再妖虎无国 必须要妖虎无国 你再妖虎无国的话 只向只能指向他 时常是肯定是休整中 指向他之后 他就不被妖虎了 很有可能一套 给你推走的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这个AK必须要下 比如说刘散打得很中 所以我就应该信他是忠诚 是吗 我一直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他有毛病 你要怀疑他 他没毛病 创造嫌疑也要怀疑他 你唯一保证 就是自己能打过他们 理解了 不要场上有任何的希望 不要给别人任何希望 这个时候马云都脱管了 而且马云都说一句傻话 我刚不是说了吗 为什么这么磨叽 赶快杀我 只是现在显示不出来了 还很多借他的刀杀我 还杀我 冰凉勒布斯鼠 来我问一下 那谁是勒布斯鼠 救一下 那谁是那个谁 谁是那个内奸 再考虑 肯定有人说是要杀马云露了 我相信很多人这么就信了 他嘴上一说 赶快杀我 肯定有人就想说杀马云露了 你不确定的 你为何要杀人家 时常是等五回合就死了 对不对 现在唯一对你威胁的 只有这个AK 然后这时候刘赛也说你两句 说什么 你为啥打我呀 菜比主攻对吧 你们要学就是这个东西 这一局没什么可其他学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猜对啊 不知道你们 把你们想猜的那个内奸 打在弹幕上 看你能猜对不 多留点闪啊 我看他这回还吃了妖虎 我又放心了一回合 他只要一直吃妖虎 他一直休整的话 因为他打妖虎打不了休整的人啊 也就是说一直会不会有妖虎 这个AK绝对打不穿我防御的 我放心了很多 但是AK也要下 还不给AK 这时候看戏吧 赶快把AK拆掉就结束了 赶快过牌 妖虎的是无果 行了 因为新排队直接扔掉AK 排队就剩一张梅花AK了 有没有可能藏一些 好很多 再等就行了 内奸是时常试 有没有猜对的 有没有猜对的 这就是路人局 他不会按照你想法选这样子 这就是路人 因为这时候 很明白